哈囉大家好我是車庫娛樂的鬧咪 全球系列作品 銷售量突破600萬部的超人氣氣想說 約會大作戰 精彩外傳 主角是最具存在感的角色 石崎狂三 屬於狂三的約會 通映在他左眼裡的板機即將一觸即發 約會大作戰 赤黑心張 虛獲時 9月11號即將登上全台大螢幕 影片開始之前 記得先按下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 如果你是在FB看到我的影片的人 記得也先按下喜歡 並且去追蹤我們的FB粉絲專頁 之後你除了會收到更多的電影氣爆 以及相關資訊之外 我的影片上片的時候 你也會收到通知喔 約會大作戰是由菊公司老師進行撰寫 由Zinaco老師進行插畫的一個系列作品 作品以秘密組織的成員 全體認真地攻入美少女遊戲作為創作理念 描寫擁有強大力量 被人類視為排除對象的精靈少女 和普通膽怯 蘊含著不可思議力量的少年相遇的故事 而這次約會大作戰 赤黑心張 虛獲時 則是由約會大作戰延伸出來的外傳作品 劇本是由東出又一朗老師進行撰寫 Noco老師進行插畫 由菊公司老師直接親自兼修 雖然出現了兩次 不過還是要提醒一下 菊公司是一個人不是一間公司喔 在輕小說裡面的故事架構中 主角群眾多 而本部外傳作品則是以時期狂三作為主角 這是一部專屬於狂三的約會作品 沒有看過輕小說的人也不用緊張 我們在今天這部影片就來一一介紹 在電影作品中會登場的主要角色群設定 以及他們在電影裡面的介紹 如果看完影片對約會大作戰萌生興趣的粉絲 記得一定要到院線去支持一下 即將上映的約會大作戰 赤黑心張虛獲時喔 時期狂三 神優惟真田馬美 不明緣由誤入靈界的精靈少女 在她原本存在的世界裡 眾所皆知她具有冷酷殘忍的性格 被稱為最邪惡的精靈 可是她的行為背後大多能夠一虧她堅定的目標意識 她的天使是強大的克克蒂 能夠操控時間的12種子彈 在只有準精靈存在的靈界裡 照理來說應該沒有任何人能夠與她相提並論 白之女王 聲優是大西沙之 被稱為白之女王的神秘少女 除了身穿軍服以及雙眼顏色不同這兩點以外 她的存在充滿迷樣的色彩 雖然不確定她會不會參加這次的大混戰 但無疑她與第10領域的準精靈是完全不一樣的存在 她與狂三似乎有種奇怪的姻緣 非一響 聲優為本杜鋒 被狂三救回一命而成為狂三夥伴的準精靈少女 看似沒什麼能力 只恕帕尼耶稱她為瞎聽蟹將一枚 個性開朗 善銀河人 常常裝糊塗 但是她對這場大混戰似乎抱有賭上性命的 某種動機 老被狂三耍的團團轉 卻逐漸成為這個靈界的向導 紫蘇帕尼耶 聲優是日高理財 外貌為年幼的千金小姐 是個準精靈 然而實際上不同於外貌 俗稱為人偶大師 是個令人懼怕的存在 她能個別操控上百個人偶 人偶們成為她的傀儡 化身為統帥有方的軍隊 也就是因為這樣特異的能力 她看來善於謀略 是個不簡單的戰術師 昌 聲優是依賴茉莉耶 手持巨大輔槍的準精靈少女 在準精靈當中 她的身體能力出淚拔萃 屠殺敵人時猶如碎餅 使她獲得餅乾本碎姬的稱號 平常沉默寡言 難以多摸她在想什麼 但卓師哥就是一個戰鬥狂 她看起來似乎很歡迎這個 據說在靈界已經消失 擁有災厄之力的精靈 狂三的出現 左賀早薇 聲優是賴護瑪莎美 驅使各種忍者技能的準精靈 主要的武器是苦無 也會使用空殘術 人如其貌具備女忍者的能力 隱藏 蠱惑 偷襲 不僅純粹戰鬥力高 她真正可怕的地方 說是她深思熟慮的性格也不為過 善於將計就計 卻確實實將敵人入葬 土方真美 聲優為藤原下海 把同身高長的日本刀 當成武器的準精靈少女 如果用一句話來形容她的話 正是諸途猛進 善用卓越的身體能力 總之就是一個勁的猛坎 在第10領域裡被認可為有名氣的實力派之一 好 講到這裡我都有點暈頭轉向了 不知道你們都有沒有好好吸收 吸收不了也沒關係 趕快補個正傳衝一波電影院吧 我們這次也準備了非常多的特點 要來回會給願意去電影院支持 約會大作戰赤黑心張虛獲時的影迷們 那麼 開始我們的約會吧 你知道車庫娛樂的動畫基地 ANY PASS上線了嗎 動畫電影資訊 動畫電影情報 全都在ANY PASS 現在快點就去按讚追蹤喔